好 不要说豪宅了 台北市光是停车位一位难求 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很奇怪的告示牌 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中文上写着每小时50元 英文是1小时30元 怎么搞的老外福利比台湾人要好 难道会讲英文 停车就比较便宜吗 来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 哇 好不容易找到车位 但是看到这个牌子 每小时50块钱 30 dollars per hour 到底我是该付50块还是30块啊 这不是谁一个小时30块吗 啊这边每小时50是怎么 这是哪招 干嘛不付30 还是可以50啊 英文听不懂啊 所以你要付50块 他是给外国人比较便宜啊 对为什么这样 有人付50块啊有人付30块 但是国外的朋友看得懂英文 你觉得他们会拿出多少钱呢 New Taiwan Dollar 30 ring 30 dollar per hour 肯定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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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怎么说的 但是一国两制的告示牌 到底该付多少钱 我们直接到这路口看看 实际来到南京东路巴德路段呢 可以看到呢 告示牌已经全面修正完毕 正确答案就是每小时50块钱 施工的厂商就是没有完全的改好啦 就是只有改到一半 一张停车告示牌照片 掀起热烈讨论 网友还开玩笑说 原来懂英文台北之停车 可以比较便宜啊 听管处解释 因为靠近捷运行公车路线段 规定就是一小时50元 要是真的遇到乌龙告示牌 其实民众还是可以向负责单位申诉 也难怪 从小老师就说 英文很重要 像的时候派账用场哦 可能就会帮你赚到小确信 以上是陈旭阿布斯在台北的采访报道